欢迎来到小恩逛吃TV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投啊 南投是县对吧 我们在南投县 现在我们在清净农场 今天我们要吃的这个就是清净卤妈妈 标高2044公尺 指的就是有2000多米的海拔 对今天我们刚才还上去了 3200多米 太鲁阁差点差点 我好冷啊 那边真的是3000多米 我也是这身打扮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我现在这身打扮正好 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主要吃的是什么 他吃的是云南菜 而且也不是整个云南 是云南南部的菜 相当于都是一些 呃 歹族啊 或者是这些少 阿卡族啊 这些少数民族这一类的菜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和 我们在泰国那边是有典故的 啊 因为这一边最早的很多来这边的人啊 很多也是和美斯勒那边是属于是 同一拨人 然后有一部分年轻的人 他们到这边来了 然后创立了这个清净农场 哎清净农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然后这边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要到这边菜 才要这 为什么我们推荐要到这家餐厅来呢 就因为他据说是整个南投最好的云南菜 那么有好多的人到了这边来 那么像在桃园也有 那么像这个地方也有 那么据说这边是南投最好的这个呃 叫云南菜的这个菜馆嘛 那么也可以说基本上可以说应该属于是整个台湾最好的一个云南菜了啊 因为这边聚集的人更多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 这一次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们的菜的主要的这一个菜系叫做百仪对吗 百仪百仪是什么呢 我也特意刚才查了一下 百仪其实是对于云南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统称 包括是带族和什么阿卡族这一类 包括从带族来说的话 带族也有很多分支 比如说什么花药带啊水带啊这一类的 但是他们的一个统称就叫百仪菜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一试 包括我们在美斯勒我们也吃过什么汽锅鸡 包括我们在云就泰国的北部的好几个云南村里 我们都吃过泰国的汽锅鸡 所以这一次我们到台湾来了 我们也来尝试一下汽锅鸡 然后特别是这个清净农场 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地推荐一下 上面上去就是泰鲁阁超级美 过去那边就是花莲了 是叫花莲吗 对花莲 上面过去那个地方就是花莲了 然后这一边它是属于南投 那正好这个餐厅啊 它也真是有风景的 带大家也来看一看 走走走 这边就是餐厅的正门 我们过会进去 过会进去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它晚上就会特别特别冷 然后刚才这一边的就是朋友啊 告诉我们晚上一定要多穿衣服 甚至可能还要生火 还要生火 还要烤烧烤 好吧 所以你看呢 这个地方它就是晚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 它就会这个地方升起篝火 我以为是烟灰钢的 现在你看就是烟灰钢 上面里面全是烟头 说明他们好久没点火了 是 往这边看 漂亮吧 正好夕阳西夏的时候啊 如果建议大家来的话 最好是在五点钟左右就到餐厅 吃饭的话你可以到个五点半六点都无所谓 但是这个时候你去看到整一个的这个夕阳是非常美的 对吧 我们今天运气太好了吧 整个山都是粉的 对全是粉色的 哇粉红少女星开始的是吧 真的太好了 对你看那边 那边的天 全是粉色 运气也太好了 对啊 然后刚才那个电力的老板也跟我说 每一天的夕阳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是有云雾的 那我们今天也太去云了 我要放一下无人机 你要放飞无人机的是吧 行过后我们这里来放飞一下无人机 刚才还有南投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也陪着我们一起 然后问了一下 他说我们在给你们特批了 你们无人机就飞吧 他说红线区不要飞 他们那边有红线区 红线区不要飞 其他地方黄线区的话 我们这里给你批准了 你们就走吧 走一个吧 走一个吧 那就走一个吧 走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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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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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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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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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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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